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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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个海湖陶琴从前村 他在了武宋的那把手 这武宋一架没得们 上天到十个玉环角 脚背心往后一肚没凿胜 这武宋今天不就是人要推 一推到一推枪 面对身材高大的蒋文神 武宋的手臂无法接触到对方身体 一分长一分强 他便用伸展距离更长的腿脚攻击对方 小说中武宋所击败蒋文神的招式 叫做玉环布鸳鸯角 而这一招就是戳脚门最基本的脚法 水火的作者是奈安 生活于明朝 当时作者能清晰地描述出这样的脚法 说明这门武功在六百多年前就已存在 然而我们今天可以追查到的历史只有二百年 在二百年前 那个越狱的冯克善将戳脚攻法带到银饼武的家乡 河北肃宁 因为这片平原没有丛林的阻碍 他们可以毫无拘束地伸展腿脚 一分长一分强似乎是戳脚攻法的宗旨 他们甚至尽量避免使用手臂与拳头 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腿脚上 每天早晨 一些爱好无数的孩子会在上课前来到这个小院练习戳脚 他们的脚掌不断用力提起地面 擦地而起 硬地而落 这便是戳脚的戳 而这就是相传武松使用的御环布 这是鸳鸯脚 在孩子们练习的场地中央 两排木桩深埋途中 他们通过用脚掌提及木桩以获得脚力 这些木桩曾经在宿宁戳脚门的传说中出现过 两百年前 他们的祖师爷就是贴断牢房的木门逃出牢狱 在这些孩子们的心中 也许通过这样的练习 就可以练成像祖师爷一样的神功 但是在常人眼里 小说中的武松可以用戳脚踢倒蒋门神 而踢断木桩的情景似乎只有在电影里才会看到 苗小兰 宿宁戳脚门第六代弟子 今年四十八岁 从四年前开始 他每年都会获得一枚全国武术比赛的金牌 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今天的武术比赛大多以表演为主 金牌并不能代表那个神奇的脚法 练这个脚脚就必须得踢这个木桩 这是基础突 这是基本东西 那这个您能踢断吗 这个粗的 这个问题不大 这个气的 这个问题不大 这是一根属于硬杂木的鱼属木桩 人们常用鱼木脑袋形容一个人的鸣丸不化 她的硬度可想而知 这根鱼木桩地下埋藏一米 地上两米 直径十厘米 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大腿从心 苗小兰正在做准备工作 虽然她没有踢断木桩 但已经清楚地听到了木头断底的声音 她的脚滑了出去 这不好找 找风的啊 没事 习惯 因为这是基础的东西 基本 我的学生踢砖都可以 踢这踢砖 砖 方上那个 咱们用进的 改方进的砖 都可以 踢六块吧 踢六块试试啊 活动活动 六块没问题吧 应该是没问题吧 高一学生蒋芳 今年十六岁 练习出脚只有五年时间 发着粒子 发着什么 干下来 可以 什么 发着什么 还挺厉害 您这个剩下那一块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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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你剃装的树 它要是一帧 整体的 穿透 整体 各方面的 都有 若不是影像记录 可能没有人会相信 这个超越人体极限的片段 他们的脚的确可以像他们祖室一样 轻易的踢断木桩 这种力量超乎常人的想象 但是在很多学者眼里 那位祖师爷并非像传说中的那样真实 那个故事的主人公根本不是 戳脚们的开山祖师 师祖竟是教派首领 没办法 再发过 矛头竟然指向皇宫 这位他们另外合共理想 戳脚枪法 暗含玄机 后宝 我又遇到要法 请继续收看 灵力戳脚 每年农历的九月十五 苏宁戳脚们的武师们 都会来到师父家里 一起祭拜祖师 祭拜之前关门的传统 已经延续了近两百年 他们的开山祖师 就是画像上的这个人 他叫冯克山 生活在嘉庆年间的冯克山 并不是一名普通人 而是清政府的一个囚犯 并且是一名试图推翻 当朝政府的教会首领 北京故宫 曾经清帝国的心脏 在百年以前 出入这座皇家宫殿的 只有文武大臣 以及手持历任的武士 而就在一百九十多年前的 农历九月十五 二百多名手持枪械的农民 打算攻进紫禁城 谋权篡位 这样的企图 无疑是遗乱及时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 这些农民攻进紫禁城 竟然获得成功 他们手持简单的兵器 连闯几道城门 那一年是嘉庆十八年 清石稿称这次事件为 汉唐宋明之所未有 这些人属于嘉庆年间 一个神秘的组织 天理教 这个教派的首领被称为天皇 帝皇 帝皇和人皇 专家提起的林青便是天皇 而帝皇正是冯克善 然而起义很快便失败了 冯克善因此被送进天牢 这在中国历上 他有一个大致规律 一般的农民起义 遭受失败 他这些领导人 大部分的都被 都被这个朝廷啊 冯克同志这被扑杀 被杀掉 他怕流口患 一位试图篡位的教派首领 在失败之后 根本不可能不被处死 也不可能从监狱逃脱 更不可能在京城不远的 直立河北 叫人戳脚 这些不可能成为一些专家的质疑 在《青史稿》记载中 那次起义失败后 天理教三名首领中的 天皇林青 人皇李文成 相继旧秦被杀 教派中的小头目 也同样没有逃出 砍头的命运 但是 《青史稿》对这位帝皇冯克善 却再也没有任何记载 这位牛亮臣 第一次出现时 是在冯克善之后 而在记载他被处决文字的章节 却没有提到冯克善 然而 正史中没有记载的冯克善 却意外地出现在银饼舞的家中 从这本保存了一百多年的 戳脚全谱的传系表上可以看出 苏宁戳脚门最早确实由冯克善创立 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时候我看有两个可能 一是庆庆 叫做这是一个挺大的赤鲁 一百人 甚至二百多人 甚至有些说是十几个人 就弄公主庆庆 他这些侍卫 这些大内侍卫都是功夫很好 很好的人 看来这些人都太草宝了 他没本事 这是一个赤鲁 所以他不屑 不屑了 再有的是冯克善跑了 他没有被抓 很多年来 苏宁戳脚门的武师宁可相信 自己门派的功夫 是祖师冯克善越狱后 在苍州宝定一带 教授徒弟才得以流传到今天 在戳脚门的传说中 冯克善留在河北 是因为这里距离当时的经师 只有一天的路程 在此起义 或许是冯克善留连于此地的目的 这一点从戳脚门的祖训中 便可隐约看到 戳脚门祖训大多与武德有关 但有一条却写着 杀贪官污吏 杀土豪猎身 这种事业的都是秘密 秘密有什么想法的 吃饱了就行 这个封山大师啊 是家庆人 说啥 克善到家庆饱 他能饱了 在家庆下家 这个秘密受不了 他吃不饱 没办法 都烦了 在那次起义之后 天理教 冯克善和祖训 很快便被诗人遗忘 淹没在历史的尘封中 留下来的 只有这门戳脚功法 他们原本打算 从此开始平静地生活 然而 在起义后没过多久 这些戳脚弟子 很快又被卷入到另一场战事之中 这是阴炳武的家乡 河北与山东的交汇点 一百多年前 又一个神秘组织 从山东来到这里 他们在民间寻找武师 一起对付洋人 在传说中 这个组织的成员 可以刀枪不入 他的名字叫做义和团 电影神鞭 就是以这一历史事件 为背景拍摄而成 影片中的神鞭和乡亲们 加入义和团 他们虽然无法刀枪不入 但是在近身肉佛中 拥有武功绝学的神鞭 当即发挥了作用 电影发生的地点 是当时的天津 而在同一时期的河北 也曾发生过类似事件 这本戳脚族谱上的 很多戳脚武师 都实实在在地 参加过与洋人的战斗 但戳脚武师的腿再长 也长不过敌人的射程 这是宿宁县 现存唯一的铁匠铺 铁匠李铁环 正和他的孙子 用传统方法打造农具 而在一百多年前的 那次义和团运动中 这个家族打造的 并不仅仅是农具 一百多年前 义和团时期 戳脚们的武器不仅只有腿 在他们空闲的手中 被迫增加了一把枪 螺丝枪 很多武术家认为 如果戳脚武师持枪时 右手握住枪的根部 那么枪的长度 会比现在增长很多 然而注重一分长一分强的戳脚 却没有让这个枪的优势 发挥到最大 明朝抗窝名将七纪光 在实战多年后 曾写成一本兵法书 绩效新书 其中也提到枪法的使用 图立上所有拿枪的士兵后手 都紧握枪的根部 这正是为了增加长度 有效刺伤敌人 这样看来 戳脚们武师拿枪的姿势 似乎并不正规 枪法竟然因舌而起 武功为何如此凶悍 戳脚功法 请继续收看灵力戳脚 每到春天 银饼武总会抓几条蛇回家 让徒弟观察 因为戳脚枪法旧来自蛇 蛇落脚的落实上 根据集中蛇里特征 而生成 有什么特征呢 鸡烧和围 什么鸡烧呢 打了以后 不要挂 这个系列 鸡烧和围 这个系列 鸡烧和围 下厨 天里的麦子熟了 一片祥和景象 而同样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戳脚 从最初不可思议的脚地 到因舌而起的枪法 处处去透露出杀机 这片土地 为什么会容纳这样的武术 难道这里的武师 生来就是为了击败对方 或者因为什么原因 总是让他们遇到敌人 苏宁县当案馆 保存有一套清朝末期的苏宁县制 任意翻开一本 都会看到在这一时期 整个苏宁全境 几乎年年都会遭到各种天灾 没有人会想到 这无穷的灾难 会给当地百姓带来什么 海也属于苦海厌面 这里的老百姓也很苦 并且到这四季 匪患地骚扰很多 所以这个群众老百姓 这种凡乎意识的越墙 所以从历史上 这里它对是支离 这是支离生的下旗 它受得为敬为敬 所以这里的战事越多 增加地震之地 战争越多越暖 老百姓的这种 不难算感觉越严重 所以它这两目的地形的越高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4年 这一年农历的8月13 苏宁历经十一年的抗日 终于取得胜利 两百年间 因为仅靠京城的缘故 使得这一地区 不断遭受着战争的蹂躏 天理教起义 太平天国 八国联军和义和团 抗日斗争 不知多少戳脚武师 被迫卷入这些战争 或许是不屈的抗暴秉性 使得宿宁成为河北中部地区 第一个解放的现场 在尹丙武的家乡 很多曾经的戳脚弟子 早已不在练武 但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 将戳脚放进地方戏曲中 他们把这叫做武术戏 和其他戏曲不同的是 武术戏演员在出场时 走路的姿势非常特别 和平时代的他们 并没有放弃自己喜爱的武术 只是多了一种形式 让戳脚在这片土地上 以更多的方式继续流传下去 出掌迅猛 身影过宗 这是一种能够一招制敌的高潮武功 神秘的起源 奇特的功法 它的背后 蕴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而它意味深长的名字 则透露了与古老文化之间 玄妙的联系 敬请收看走遍中国系列片 武林传奇第五集 神掌八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